Hello 大家好 有一個星期,仍然是繼續戰火蔓延 我們看到烏克蘭的戰況仍然持續 而且未有減退的跡象 甚至進一步惡化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最新消息在星期五的時候 說的是烏克蘭另一個核電廠受到攻擊 就是紮波羅熱的核電廠 說的是受到攻擊,亦傳出說那邊有濃煙 究竟內部的核輻射有沒有出到來呢? 還是周邊著火? 入面未受影響呢? 這些情況暫時這刻還未知處 只是知道那裡已經受到攻擊 以及附近已經有濃煙霧出 因為這個是烏克蘭最大的核電廠 如果它真的出事的話 它的核輻射程度 比當年的切爾諾貝爾那邊的核輻射更嚴重 所以令到現在非常擔心 烏克蘭人那邊現在有38萬多 接近40萬的人已經在附近周圍逃亡 即是在說離開烏克蘭的國境 所以看到這個戰況仍然是持續的 也擔心接下來已經不是說打不打仗的問題 因為核輻射大家都知道 那個影響、心願程度 土地或者生態的影響是很嚴重的 所以現在看到整個環球股市 也是因為這樣而受到震動 全線下跌 港股在星期五的時候也低開 已經跌超過500點以上 現在跟之前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不要改變了 就是說行智如果破了雙底之後 接下來就要試 之前說的2020年3月份的低位 即是21139 21139點這個水平 其實距離現在不太多 現在市場大概是21,800、21,900 再跌幾百點就到了 再加上另一樣 就是如果大家看看牛熊證分部的位置 現在很重貨的位置 這一刻為止 相對期指張數大概是1,300張 這個位置就在21,600 這個水平 如果推下去的話 這13,300張相對期指張數 也需要強制收回 即是打靶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也覺得很大機會要下下這些位置 所以投資者還是持刑保財 有錢的話可以繼續 等多下一點 然後再買一些 我也可以 我覺得可以 當然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這樣的 在最危險的時候 最恐慌的時候 反而可能是買貨的時候 所以等一等 看看牛證打完之後 又或者下回我剛才所說的 三月份的位置 可以到時選擇一些 比較優質一點點的股份 譬如PE比較低 股息率又夠高 相對業務又穩健一點的股份 到時可以選擇一些來買的 還有買的策略 就記住了 不要一注買了 可以分譬如3注4注 3分1 4分1的價錢買 然後跟著它再跌 你就又再入一點 這樣的話就買得安心 對吧? 這也是相對比較安全的